林心如出生于台湾 以模特身份出到娱乐圈 早期与林志颖合作不少电视剧 却一直没有办法大死大红 因环珠格格子文一决 彻底爆红了 她不仅仅在台湾出了名气 在大陆发展非常好 最近林心如自从和周杰的时尾事件爆发以来 可谓主战了关口浪尖 如今林心如因为网络上的骂证 所以很少会出现在公共场合 但是近日为了某代言活动 出现在现场首次公开谈论这件事 我不想搬弄是非炒作自己 我是靠演技的 我有一点要折心 当你在录制节目的时候 我并没有要讲述这件事情 而是在主持人的引导下 才说出了一些真实感受 也是为了节目效果吧 周杰强吻言外之意就是 周杰强吻这件事是真实存在的 而另一方面就是 主持人故意引导自己说出这件事 而当时主持节目的时候 就是小S主持的 难道说林心如想要把锅甩给小S吗 周杰强吻对于林心如的回应 很多人都说没必要 本来这件事情依旧能够开始平息了 回过多久大众就会渐渐淡忘 这样一解释又将这件事情推上热搜 还得罪了小S 只能说太着急了 完全不懂得如何应急面对公关事情 周杰强吻而林心如接受采访不久 小S在微博上发微博 别把自己当咖 一次回怼林心如拉自己下水 再次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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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